为什么现在人和动物越来越多? 问,轮回中,为什么人越来越多,动物也越来越多? 同修们都问这个问题,我们水平有限,请师父慈悲开示。 答,人怎么会越来越多? 实际上从人类学上讲,人类的繁殖随著时代的变迁会越来越快, 越来越多,子子孙孙是莫有穷尽的。 从佛学上讲,像我们一个人,如果你这辈子做了坏事, 那么到地狱里去,给你下油锅,一炸,到油锅当中混出很多的散灵, 这些散灵就会在那些很肮脏的地方重新繁殖。 如果人一个灵魂要完全变成散灵,可以变成几万,几十万个。 所以你想想看,动物,飞虫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? 而且他们投胎的地方是很臭的地方, 屎坑的边上,这就是为什么人不能做坏事? 为什么上天的人很少,而到下面去的人多? 就是说明现在末法时期,人人价值观在改变,以为钱是最好的, 我们的思维,人性都反而变得不好了。 其实人应该用思维来改变自己,而不应该自私,天天为别人想, 对别人好,这个人就容易上天。 现在的社会,大家都以物欲为自己的主导, 每个人为了欲望,为了物质而生存住,追求住, 当他们不惜一切手段追求到欲望之后, 可能造下的业障会很大, 当他们死的时候会受暴, 他们除了人间身体的受暴, 还要到下面去受暴, 到了下面之后, 就会让你分成很多的散灵。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微生物, 现在各种各样的怪动物也越来越多, 还有很多生出来人不像人, 动物不像动物的, 大家都在新闻上看到。 所以要做好事, 不要做坏事, 要接善缘, 不要去跟别人斗, 不要去接恶缘, 这就是学佛的正确理念。 2017年2月25日 中国澳门佛友线面会共修组提问。